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这个菲律宾上的这个下一期要做的一个发案 凯强你看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是站在用户使用这个系统的角度啊 我想说一下 就是首先这个大屏 它应该是一个展示的一个大屏 我觉得刚才凯强其实提的挺好的 就这个整个的这个监控的大屏驾驶舱 其实是可以作为我们对用户的第一个展示界面 试海看一看 中间两个突破五的 就可不可以把前五个数据就展示在旁边了 所以他们就会进去 对面这样的恐怖的话 看起来我有一句交通我弄热 我们再已经过去了 2023年夏季的一天 菲律宾马尼拉市的一家营业厅 迎来了两位来自中国的特殊顾客 你翻译一下 你把手机卡在他的手机上 让他帮你激活一下 这家名叫Dito的公司 目前是菲律宾第三家全国性通信运营商 而这两位顾客之所以特殊 是因为Dito目前使用的云计算数据中心 正是他们才以建设的 他们这次来菲律宾则是为了准备第三期项目的建设工作 前期比较重要的两个环节 前期比较重要的两个环节 一个是设备数据化 一个是软件的调研 我们陪有大量的测试报告测试用力测试数据 去交给客户 移交给客户 领导 我们到楼下了 领导 欢迎老师床驾到道白 感谢领导带见领导 参观 好嘞 谢谢领导的接待 我比较像一个城上旗下的一个作用吧 就是我需要带领着我的交付团队的同事们一起去在现场的部署 然后去按照我的计划 按照客户给我的一个周期去完成我们的交付工作 把这个产品顺利的然后保质保量的去部署完成 让客户能够用上 到最后的功能验收测试报告 一系列的都会提供出来 就形成咱们一个一整套的这个文档的这个观点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 通常的网络服务对于人们的生活工作娱乐等方面都越来越重要 菲律宾也不例外 但就在几年前 当地过往宽带家庭渗透率仅为20% 固定宽带平均速率为4.5兆 刺激可用率63% 之前是很慢的 有时候你需要等待最少一分钟 去看电影 之前是很慢的 就是很慢的 有很坏的网络 菲律宾现在市场的话 它也是就使用智能手机的越来越多 但是它的网络通信的话 就可能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2018年 中国与菲律宾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量解备忘录 4年 来自中国的电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便开始帮助低头建设云计算数据中心 4年来 一个由中国青年组成的团队承担了项目的前期沟通 技术公关 项目管理 交付等主要工作 被称为青年突击队 祝凯强和王世海就是这个团队的其中两位成员 你有了云的这种资源池不仅是帮助通讯行业 也可以帮助一些IT的这些行业 帮他们去更好的管理和运营商这些业务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 云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已经越来越成熟 但对于项目刚开始时的菲律宾来说 云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 就是下雨 看看这个基站情况 就是进去检查检查 检查检查 那个各项指标是不足正常化的 请问这是4G的还是5G的基站 这是4G和5G都有包含的 相当于从无到有 可以说是在他们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领域中 可以说是跨了好几个档 对于这个青年团队的大多数成员来说 这是他们第一次负责这样一项重要的海外项目 挑战是不可避免的 可能在这个需求转换的过程中是比较难的 一是对外有语言的前提不通的情况 第二是他们菲律宾当地可能对云不是很专业 但是他又有很高的期望 困难就是在反复的拉扯和协调方面吧 这是比较大的困难 不服我给你拿了点刺 除了语言还有水土不服 三点多快四点吧 突然感觉又劲反上了一条铺 就还是不舒服 胃还有这个胸口还是不舒服 然后起来又继续上厕所 就这么反复了四次 你知道 你以为这些就是全部的挑战吗 不 还有 没有 想家吗 想你女朋友 晚上哪 晚上哪 来看都在街上真的 基本上属于四年的状态 第一期项目建设要求 2020年2月 需完成云资源池建设工作 这意味着项目团队 必须在17天完成进千台物理机 和虚拟化的部署配置工作 为了按时完成任务 团队成员们 还在菲律宾度过了一个别样的春节 在异国他乡就吃着饺子 然后聊着自己的趣事 就度过了这个不一样的大年三十 2021年5月17日 菲律宾第三家全业务电信运营商 Dito Telecom 正式全面商用 在菲律宾全境超过100个城市 实现网络运营 网络覆盖率超过48% 覆盖人口达到3100亿万 接近菲律宾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下载的速度是1000兆 在菲律宾没有1000兆领现过 因为它现在流量便宜 其他电话光是599 都市只有5G到10G 这边599了是60G 中国技术资源的肯定比当地的更实在 特别是技术的一些处理 后台处理比较好 现在非常快 非常快 我认为在下载的电话 就像5到10分钟 已经下载了 成功地去打造了一个云的资源池 然后有了这个云的资源池 它可以在这个云资源池的各种虚拟机上面 去部署他们的业务 肯定是对他们的运营商的这个业务 是带来了一个飞跃的提升 自年来 这些青年建设者们 在一带一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希望通过自己 中国的这种努力 或者中国的力量 帮助周边的国家 我们帮助他们去建设了 我们也其实能够在一带一路路上 共同地赋予去 我们要做的就是 大家一块来合作 共造和共建一个 可以彼此互相成就 彼此成长的这么一个环境 把这些网络覆盖范围进行扩大 现在的网络服务 就获取到一些便利 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最新 也是很多的这种 研发的同事啊 技术专家们所投入的这种 产出的成果 能够再次把这些更优质的成果 能够带到这边 三十四小时吧 然后要起床 这段非常行程 非常紧张 现在是凌晨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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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s 好 好 感谢观看